有一个半径3公尺的扇形 面积是14.13平方公尺 这个扇形的圆形角是多少度呢? 等一下,请同学先按一下画面左下角的暂停键 自己先试着算看看 上完后,再按一下播放键 看看正确的解答 再算所有跟扇形有关的题目 我们第一件事一定要想办法知道 这个扇形是几分之几圆 可是这个题目呢 没有给我们这一方面的讯息 它最后只有问我们扇形的圆形角是几度 但是它有给我们这个扇形的面积 还有这个扇形的半径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面积来帮助我们 找到这个扇形是几分之几圆 我们在前面的题目练习过 几分之几圆扇形的面积 就会是圆面积的几分之几 而圆面积的计算方式 是半径乘以半径乘以3.14 扇形的面积是14.13平方公尺 它到底会等于 这个圆面积半径三公尺的圆面积 乘以几分之几呢 那这个整个圆的面积3乘以3.14是28.26 那我要算出 14.13是28.26乘以几分之几 我就把14.13除以28.26 除出来的结果 是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 这其实是一个二分之一圆的扇形 那我知道它是二分之一圆的扇形 我就好处理啦 二分之一圆扇形的圆形角 会等于圆周角的二分之一 那圆周角是360度 360度乘以二分之一 就是180度 因此这个扇形的圆形角 就是180度 各位同学 这一题你算对了吗 干嘛 可以 不是 都 你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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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